全台每五个人就一个人身受失眠之苦 看到有人能一秒入睡真是羡慕不已 但别自以为幸福 你可能罹患疾病而不自知 一般人大概15分钟会入睡 超过这个时间就有可能是失眠 但一到十秒就睡着 其实不正常 自常睡眠分为四个周期 从入睡 浅睡到深睡 又回到快速动眼期 通常每晚会重复四到五次 时间至少有90分钟 而从浅眠到熟睡若低15分钟 都代表太快入睡 对于心血管疾病患者而言 会提高致死风险 此外也藏有其他危机 触睡症它更容易不仅晚上秒睡 连白天都秒睡 所以它的生活的品质 甚至一些白天的安全都会受影响 看来秒睡绝对不仅仅是疲惫 也得注意恐怕是身体其他部分 出了简讯 解释中掩片于台北报导 不见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